Hello,大家好,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,我是弗丽莎 我是Ethan 那今天呢,我们要在一开场先给大家来看一个 让人就浑身起鸡皮疙瘩的视频 就这个视频呢,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正义的基督徒的女战士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我说快好不好 你好了 你arme workforce 可以 我 你… 你… shut the f**k up OK I…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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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rry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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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停了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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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好像一般人很少能幹出這種事情來吧? - 對! - 就不多欸! - 對,一般的人要在公共場合在那邊劈一趴啦罵髒話 - 你就別說基督徒了,我們就說普通人好了 - 就是幹這種事的話,基本上好像概率都很小 - 對,那這好像是基督徒最常做的事情 - 就是在一個很高傲的角色去指控其他人 - 但是其實自己卻沒有看到自己講的內容 - 其實跟神或是聖經一點關係都沒有 - 甚至對聖經有點斷章取義 - 而且還理直氣壯的去批評別人 - 對,那他這個身上其實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一個例子 -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就是多多少少每個人身上其實都有一點 - 只不過是嚴重還是不嚴重 - 但是這些呢,往往都沒有說像他表現的那麼明顯 - 你可以想到什麼例子嗎? - 就是有例子就是最近就是大家好像爭議特別多的這樣一個例子 - 就是川普他自己說他打了booster - 就他打了加強人對不對 - 然後大家就說 - 明明就知道疫苗是個害死人的東西 - 你還這麼呼籲大家去打疫苗 - 川普一定是深層政府裡面的人啦 - 對,沒錯 - 他們就說川普是背叛我們的 - 人家其實疫苗是他的任期內研發出來 - 但是大家就會這樣子覺得說 - 他變成深層政府的一部分 - 那還有包括那個佛州的那個Rondescentes - 他在推行疫苗 - 對 - 我的朋友就直接跟我說 - 不能相信Rondescentes - 為什麼? - 因為他在推行疫苗 - 他覺得疫苗是好的東西 - 各方面的 - 你應該有聽到其他的人這樣講吧 - 就好像現在的意思就是說 - 如果你要是推行疫苗 - 或者你說疫苗是好的 - 這個樣子就會被打成反動派的感覺 - 就是你只能說疫苗是不好的 - 沒錯 - 很多人就說Rondescentes是deepstate的一部分 - 大家其實對他的印象都很好 - 對 - 但是他開始推崇疫苗 - 他說什麼 - 我覺得疫苗這東西不是壞事 - 那我們也鼓勵大家去打疫苗 - 但是不mandate這件事情 - 所有的人就開始覺得說 - 如果你說你是保守派 - 是 - 你只要你是共和黨 - 然後呢 - 你支持疫苗的話 - 你就是一個deepstate的一部分 - 你就是在左傾 - 然後再往左邊 - 然後你就rhino - 對 - 現在這個東西是非常非常可怕 - 這樣的聲音有非常非常的多 - 對 因為其實包括我們像很多 - 我們以前在節目裡面也講過 - 其實很多我們的觀眾朋友 - 是希望我們呼籲大家 - 就是千萬不要去打疫苗 - 然後疫苗是很壞 - 然後也有很多朋友通過email - 跟我們發來了很多 - 這個學術方面的連結 - 但是其實你知道我個人來講的話 - 這些東西我都並不是百分之百的完全相信 - 因為我身邊就是還挺多醫生朋友的 - 對 - 然後他們人家都是什麼post doctor啊 - 就是這種博士厚啊 - 這樣的學位等等的 - 但是呢 - 就哪怕是兩口子都會做出不一樣的選擇 - 就是你可見這個東西真的是見仁見智 - 那你說它有沒有保護一部分的人 - 你從統計學來看的話 - 它的確是有保護一群人 - 但你說它打完產不產生問題 - 它也產生了很多問題啊 - 很多人因為產生了血栓 - 然後就死掉了 - 包括很多小孩子 - 或者是青壮年的人 - 打完了這個疫苗都去死掉 - 所以我們不能呼籲說 - 我要強制你不要打疫苗 - 或者我強制你要打疫苗 - 現在變成了一個好像很奇怪的一個情況 - 就是你只要不站出來 - 講說疫苗絕對不能打 - 那就代表你軟弱了 - 但其實我們沒有軟弱 - 我們抱著的觀點一直都是 - 我們把所有的這些東西我們提供給你 - 我們告訴你說很多人打完疫苗 - 血栓了死了等等等等 - 我們這些都告訴你們 - 然後你要不要打你自己決定啊 - 對我們沒有任何人有資格去告訴你 - 你要怎麼做要怎麼過你的人生 - 包括你要不要打疫苗 - 你可以覺得這個疫苗很爛 - 你也可以覺得這個疫苗很好 - 那都是你的事情 - 我們可以把證據拿出來 - 但是你要為你自己的人生負責 - 你不要說什麼你打了疫苗之後 - 然後結果死了 - 然後說AI news說可以打疫苗 - 跟AI news一點關係 - 而且我們都說了我倆沒打疫苗 - 而且我們就覺得疫苗有問題 - 但是疫苗在statistic上面的確是有救很多 - 就是對一些人 - 他的確是產生了幫助 - 那你問我們咋回事 - 我們也不知道 - 你去問博士後的醫生 - 博士後的醫生都不知道 - 對 - 所以他們都做出了很多不同的選擇 - 有的醫生覺得很好他就去打 - 有的醫生覺得說這晚上就是有問題 - 我就不打 - 那不只是這個樣子 - 還有很多就是在鼓吹就是說 - 只要討論政治的就是違背聖經的 - 這個就是好像很多基督徒 - 或者是講政治的基督徒跟教會 - 一直面臨的問題 - 就是你只要討論政治就是違背聖經 - 聽太多了哈 - 而且太多教會都是這個樣子 - 其實他們很愛討論政治 - 其實他們每一個人都在討論政治 - 但是你知道什麼嗎 - 就是我認識就是有個人就是 - 他明明是挺拜登的 - 他是支持拜登的 - 他相信拜登是可以促使 - 中國把台灣給統一了的那個人 - 他是台灣人 - 所以呢他就支持拜登 - 這個是他支持拜登的其中一個理由 - 第二理由應該就是他太討厭川普了 - 但是他居然說我們不要討論政治 - 但他就一直在挺拜登 - 我不懂這是什麼事情 - 他們只要同意的事情 - 就是大家都應該知道的事情 - 就是大家應該討論的東西 - 但是只要不同意的觀點 - 那就是政治 - 有點像左派跟science的關係一樣 - 只要他們同意的就是science - 只要他們不同意的就是anti-science -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- 就是他們同意的就是科學 - 他們不同意的就是反科學 - 所以說了半天左派就是科學 - 對 - 或者是基督徒太講政治了 - 不管三七二十一 - 只要是支持共產黨的就是敵人 - 只要支持社會主義的就是敵人 - 那某層面上面 - 我是覺得是有一點這樣子的傾向 - 但是那些人不是我們的敵人 - 那些人是我們要改變的人 - 就是你如果要是把他當成敵人 - 他也很自然而然的把你當成敵人 - 你說的話呢 - 他就一個字也不會想要聽 - 只要你一張嘴他就要反駁你 - 所以其實我們要做的不是這樣 - 我們是要把所有那些 - 你包括說不講政治的牧師也好 - 還有教會也好 - 我們其實是要給他做一個反轉的工作 - 因為你就可以明白 - 你如果不看現在的時事怎麼發生 - 你怎麼知道神什麼時候要來 - 對 - 我覺得這個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吧 - 你如果要是每天只是貓在教會裡面 - 你躲在教會裡面 - 外面什麼事你都不知道 - 你說那都是世界事我們不管 - 你怎麼知道啟示路走到哪一步了 - How - 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蠻可笑的事情 - 我那個朋友 - 他就是說我們要拿起槍來 - 然後呢 - 殺光這些共產黨的人 - 然後什麼什麼之類的 - 他是基督徒 - 反正他就是開始覺得說要去做這個樣子的事情 - 然後這樣子其實也是不符合聖經的 - 聖經裡面沒有說你要起來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- 而且我跟你講句實話了 - 有多少共產黨員 - 不知道共產黨是啥 - 對 - 這是相當大比例的 - 你去找一個共產黨員問 - 你問他說 - 什麼叫共產主義 - 有人知道嗎 - 什麼叫社會主義 - 不知道 - 你問他為啥變成黨員了 - 因為我得先當黨員 - 我才能當老師 - 就是有一些工作的requirement - 是要求你必須是黨員的 - 或者是這個人曾經在學校表現得很優秀 - 然後就說那優秀的人就要被當成是黨員 - 這樣子 - 那不只是這樣子 - 還有就是基督徒吧 - 就是犯罪啊 - 打砸牆啊 - 經濟蕭蕭啊 - 怪到黑人的身上 - 或者是西語藝人的身上 - 說這是 - 這一切東西是種族的問題 - 對 - 還有人會把自己 - 當成是黑人跟西語藝人的同盟 - 對 - 然後就說我們都是被美國這個國家歧視了 - 就上次我們說的流叉叉的那個牧師 - 他就是這麼覺得的 - 對 - 因為我們都被歧視了 - 我們過得都不好 - 所以犯罪打打想 - 我們先不談那些問題 - 我們就先說 - 美國是個種族主義的國家 - 對 - 就是各方面任何的問題都往種族 - 或者是族群上面去貼標籤 - 對 - 不管怎麼樣 - 就算你是基督徒也是這個樣子 - 對 - 那他們的說法就是 - 我是為了你好 - 對 - 我是為了這個社會好 - 他們說的這個邏輯 - 的方式就是 - 你的生活方式是錯的 - 然後我來告訴你怎麼生活 - 而且是一個很高姿態的方式 - 來去扭曲 - 辱罵任何其他的聲音 - 只要他們不同意 - 就是 deep say - 只要他們不同意 - 我們就是變軟弱了 - 這最近最令我難過的留言 - 就是 - 他們說我們變軟弱了 - 我們沒有為真理發聲 - 你們在疫苗的議題上面 - 不敢跟deep stay繼續抵抗 - 你們只在討好已經打過疫苗了 - 對 - 所以就是我看過那個其實是還蠻難過的 - 首先我們並不害怕跟deep stay抗爭 - 其實deep stay根本就不在意我們是誰 - 我們在他眼裡根本就沒有任何的分量 - 所以我覺得- 如果敢在這個上面露臉 - 然後去講這些事情 - 朱美有露臉嗎 - 她聲音都不是真的 - 她聲音都是變身過的 - 所以你看她現在 - 她再去幹一個什麼別的 - 做什麼工作或者幹嘛 - 都很輕鬆 - 因為她根本就沒有露過臉嘛 - 我們不害怕 - 但是我們要說出實話 - 對 我覺得這個裡面有一個問題 - 如果你要說現在的這個疫苗 - 現在就是受印 - 我是堅決反對的 - 請去看歧視錄 - 敵基督還沒出來 - 好 - 我不否認說她將來有可能會轉變成受印 - 但是現在現實的這個階段 - 她絕對不是 - 我們如果要是真的為了討好我們的觀眾 - 或者怎麼樣 - 我們大可以說所有觀眾都喜歡的話 - 如果我們要是在頻道裡面說 - 就是不可以打疫苗 - 疫苗就是受印 - 然後疫苗就是deep say - 你知道我們粉會長得有多快嗎 - 因為很多基督徒 - 大家都是有這樣的想法 - 就又談到這個疫苗的事情 - 或者是我們對疫苗的看法 - 其實這是一個陷入到一個左派的怪圈裡面 - 就是一個很奇怪的思維邏輯裡面 - 很多基督徒包括我以前認識的 - 大家都痛恨左派呀 - 對 - 把我們教育系統搞成那個樣子 - 你讓小孩去變性等等等等 - 我覺得要清楚的一點 - 就是說我反對左派在做的事情 - 並不等於我就是絕對的保守派了 - 你要看做事的方式到底是什麼 - 強迫一個人打疫苗 - 或者強迫不打疫苗 - 其實都是左派的一種表現 - 很多人可能認為自己是保守派 - 自己是基督徒 - 然後我是保守理念 - 但是其實他沒有逃出那個邏輯思維的怪圈 - 他做事的方式還是左派的方式 - 那我們一直強調的其實就是 - 打不打疫苗是個人選擇 - 是個人自由 - 不是你可以幫別人決定的東西 - 也不是政府可以幫別人決定的 - 沒有人有資格強迫你要不要打疫苗 - 每個人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 - 左派分裂人民的方式就是 - 有打疫苗的跟沒有打疫苗的 - 那我們右派人士或是基督徒 - 每天在那邊講說我們要合一或是怎樣 - 但是我們卻開始覺得說 - 打了疫苗的人就是接受受印了 - 打了疫苗的人就是接受敵基督了 - 那這個樣子的時候 - 我們的做法其實是跟左派一模一樣的 - 我們很多觀眾收集了很多專家 - 醫生做出來的醫學報告跟統計 - 說這些人就是真正的愛國勇敢的醫生 - 寫出來的報告 - 那其他的人都是虛假的 - 都是軟弱的 - 其實其他的人都失去了勇氣 - 那這個其實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一個想法 - 對 就是 - 左派在做的事情是在強迫一個社會 - 一定要屈服他 - 那麼這些人自稱是右派 - 也在強迫別人一定要屈服他 - 這東西就像之前德國共產黨 - 跟德國納粹 - 一邊說他是左派 - 一邊說他是右派 - OK - 但是其實德國共產黨是說 - 你要聽我們的 - 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烏托邦 - 然後納粹這個地方說 - 你們全部要聽我們的 - 我們要建立的是法西斯主義 - 社會主義烏托邦 - 所以 - 對,所以說呢 - 就是這兩個左派在那個地方打架 - 都是左派 - 對,他們要的其實就只是控制 - 然後他們要的就是所有其他的人服從 - 只要是反對他的人 - 就是他的敵人 - 對 - 就是這個就是邏輯 - 你不可以有自由思想 - 你不可以有自由的去 - 就是你不能反對啦 - 就是我說什麼就絕對是對的啦 - 然後你如果要不按照我的想法去同意的話 - 我就給你扣一點帽子 - 這個就是左派的做事的邏輯 - 那我相信大家都是說為了國家好啊 - 然後為了人民好啊 - 因為他們就的確是覺得說疫苗有問題啊 - 但是給不給人自由選擇的空間 - 或者是你給不給人自由選擇的自由 - 這就是一個左派跟右派的一個分界線 - 如果我們今天在這裡就說千萬不可以怎麼怎麼樣 - 千萬不要怎麼怎麼樣 - 但是的確有數據支撐 - 有些人打了他就是有用 - 嗯,呀 - 呀,他不是說你打完了嘎巴就全都死了 - 或者打完了就全部都血栓了 - 很多人打了的確起到了保護的作用 - 那這個事你要怎麼說 - 我們只能把所有的東西還是這句話 - 我們只能把所有的東西都丟出來給你 - 然後讓你知道說這些人打完疫苗怎麼樣了 - 這些人打完疫苗怎麼怎麼樣了 - 就給你選擇的自由 - 你自己去選吧 - 我們不會強迫的往你大腦裡面去植入一些什麼信息 - 然後如果我們要是不支持你的想法 - 我們就是deep stay - 我如果不支持你的想法 - 我們就是低基督 - 如果我不支持你們的想法 - 然後我們就軟弱了 - 或者怎麼怎麼樣了 - 就是很多人看東西 - 其實就像我們之前講的一樣 - 就是他們想要看的東西 - 每個人都有一個選台系 - 每一個人都可以選自己喜歡的節目 - 然後再來告訴自己自己的想法是對的 - 對 - 那我們在做的事情其實不是說 - 我要來討好你 - 然後我要來討好你說 - 你說的都對 - 你想的都對 - 我們講的這些東西 - 你都早就已經知道了 - 你第一個你的想法不需要我們去confirm - 然後我們也沒有義務要去confirm你的想法 - 就算我們說我們是保守派這個東西 - 或者是你說你是保守派什麼東西的 - 所以說我們每一個人要保持的就是 - 我們自己選擇的自由 - 對 所以就是很多人 - 我們這個節目並不是說為了討好誰 - 而且我們也並不是想要說 - 一直講大家心目中認為對的東西 - 它就一定是對的 - 就去做這些來討好人 - 而且我們也並不是想要吸引一些 - 就是說絕對是相同觀點的人 - 就是我們是要一起學習 - 讓大家來看現在世界上這些事情 - 就是怎麼能不走歪 - 怎麼能不要掉到那個 - 奇怪的左派的邏輯怪圈裡面 - 要以聖經的角度去看這個世界 - 對 - 就是如果我們要是真的想要討好人的話 - 我們當然可以說一些有的沒的 - 我們說川普馬上就回來啦 - 川普軍隊已經在那個地方 - 已經包圍華盛頓 - 你知道就因為我們說這個挨了多少嗎 - 這個東西就回來一個問題 - 就是說很多時候可能我們認為的保守派 - 他這個做法其實並不是保守派 - 很多時候我們認為說 - 這個做的挺對 - 其實他的做法用的這個手法 - 其實是左派的手法 - 所以到底什麼是左派 - 什麼是保守派 - 我難道只要是反對那些所有激進那些東西 - 我就是保守派嗎 - 如果我要支持打撒響 - 我就是左派嗎 - 到底是怎麼分的這個東西 - 其實左派跟右派最大的差別就是collectedism - 對上individualism - 集體主義對上個人主義 - 用大家比較常使用的方式 - 或是這個頻道常使用的方式 - 就是大政府對上小政府 - 那對於右派來說 - 一個亞洲人犯罪 - 一個黑人犯罪 - 一個白人犯罪 - 任何人犯罪 - 都不代表那個族群有罪 - 或是那個族群有什麼問題之類的 - 一個亞洲人得到了榮耀 - 黑人得到了榮耀 - 白人得到了榮耀 - 任何人得到了榮耀 - 也不代表那個族群得到了榮耀 - 對於右派的人來說 - 種族、膚色、文化、政治傾向 - 沒有任何的意義 - 一切是以個人為單位來看的 - 一切是以個人結出了什麼樣的果子出來 - 不一定每個基督徒都是好人 - 也不一定每個胡神論者都是壞人 - 右派的人認為說 - 每個人的過犯、罪孽都是個人行為 - 不能用人的行為來論斷任何一個族群 - 因為做選擇的是個人並不是群體 - 但是左派的目的是要使用集體來形成一個力量 - 這就是所謂的政府嘛對不對 - 政治的力量 - 對他們來說 - 某個人犯罪就代表他們整個族裔都有問題 - 就算是歷史上的話 - 他們那個族裔犯罪的話 - 那個族裔就是永遠都是有問題的 - 或者是某個族群在歷史上面曾經是受害者 - 所以他們犯的所有的罪都可以被原諒 - 他們使用各式各樣的方式來把人分類成各式各樣的族群 - 建立一個組織性的解釋 - 不管你的個人行為 - 只因為你的膚色、性別、性向、性取向、性別認知、種族、文化、合法身份 - 或者是社會地位來把你分成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- 也就是說不管你怎麼做、怎麼努力 - 你都無法改變你的社會的身份地位 - 就像在日本戰國的時候 - 或者是江戶時期 - 只有武士可以有姓氏 - 如果你是一個商人的話 - 你想要身份的話 - 你只能把你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武士的家族 - 如果你是一個武士的話 - 你想要從商的話 - 你就只能入罪到一個商人的家族 - 或是像現在印度一樣 - 你生下來是什麼樣的家族的時候 - 就制定了你可以有什麼樣的福利 - 你可以有什麼樣的人生 - 使用人不能改變的東西來分類人 - 就是左派最常一直使用的方式 - 所以說很多右派的人或是基督徒 - 開始用左派的方式 - 就是有沒有打疫苗來分類人 - 所以說我們真的要喝止這個樣子的行為 - 我們要追求合一 - 是在神的律法下面合一 - 要尊重每一個人的自由選擇 - 保守派保護的是自由 - 是人選擇的權利 -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現在很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- 因為很多時候說實話 - 左派這個東西 - 太容易就會變成這樣了 - 太容易就會變成這樣了 - 而且是很容易分不清楚的 - 很容易會去做這樣的事情 - 最近有太多這樣子的事情發生了 - 然後很多人就是看到左派做錯事情 - 然後就很開心 - 然後覺得幸災樂禍 - 你明明住加州哦 - 然後明成了一個政策 - 然後把加州弄得更爛了之後 - 然後會覺得說 - 你看這個左派 - 對 就是要把事情搞爛 - 然後來證明左派的愚蠢 - 對 - 神為什麼告訴我們說 - 要幫掌權的人禱告 - 我們都希望掌權的人成功 - 不是因為他的方向 - 或是政治傾向怎樣 - 你就希望他失敗 - 因為他失敗 - 他的生活不會有什麼影響 - 對 - 影響的是你的生活 - 所以說這就是為什麼 - 我們要幫掌權的人禱告 - 然後我們要幫左派禱告 - 因為他們常常會影響到你的生活 - 我們就舉個例子好了 - 就是前年了吧 - 都是 - 2020 年的時候 - 2020 年三月份 - 不是 shut down 嗎 - 全部都關了 - 你不為掌權者禱告 - 就關教堂就全走啊 - 就全回家啊 - 你看現在基督徒流失了多少 - 我們要保護的個人自由 - 這東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- 如果說你保護的不是自由的話 - 那你就不是一個保守派 - 如果說你保護的是說 - 你全部都要聽我的 - 不能打疫苗 - 不能怎麼樣 - 如果說你在排除的是 - 個人的選擇自由的話 - 如果說你是以一個種族來分類 - 如果說你是以一個地區來分類 - 人的人生就是很想要控制別人 - 但是又不想要負責 - 這是聖經裡面每一個人物 - 除了耶穌以外 - 都這樣做過的 - 耶穌在告訴我們的東西就是 - 你是自由的 - 你的選擇是自由的 - 然後你要為你自己的負責 - 然後你所有東西 - 你要遵守神的律法 - 你才可以做出最好的選擇 - 才可以做出符合神的心意的選擇 - 所以說不要覺得說 - 因為我反疫苗 - 所以說我就是保守派 - 因為我支持川普 - 所以說我就是保守派 - 對 - 如果今天川普接受疫苗了 - 今天川普打了加強針 - 川普就deep state - 對 - 這個樣子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 - 他就是一個人 - 他有資格 - 而且有自由的選擇 - 他要不要 - 要怎麼樣使用他的身體 - 對不對 - 例如像說 - 左派在提倡就是 - 墮胎或是反墮胎 - 這個東西對不對 - 為什麼保守派要pro-life - 因為我們保護的是肚子裡的孩子的自由 - 他的選擇的權利 - 他沒有選擇權利的時候 - 你就是在害這個人 - 所以說我們要保護那樣子的生命 - 那麼左派的人就是說 - 肚子裡的孩子沒有選擇的權利 - 但是女人有他自由選擇自己 - 如何使用自己的身體的權利 - 所以說我們要做的事情 - 其實是要保護每一個人的選擇權 - 而不是強迫某一個人一定要遵守你的看法 - 對 而且也不是說你覺得他不是人 - 他就不是人了 - 對 - 就是左派就是覺得說 - 我覺得他不是人 - 所以我們不用尊重他的看法 - 我們只要聽這個女人的看法就好 - 但其實不管怎麼樣 - 我們都有一個bottom line - 就我們有一個底線 - 不管怎麼樣你不能殺人吧 - 對吧 - 就之前有朋友跟我們留言 - 就說你們怎麼怎麼樣不尊重什麼女性的選擇 - 你尊重別人的選擇 - 在基礎之上是你不要去殺人的 - 你如果要去殺人的話 - 那你要我怎麼尊重你 - 就好像之前我們看到說 - 那個Christmas有個parade - 他們在那個街上 - 那些小孩的老人的在街上跳舞 - 對不對 - 一個吉普車進來 - 哐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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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創死了多少人 - 多少人骨折受傷了 - 全都進院了 - 這是不是他自由啊 - 那我們要不要捍衛他的自由呢 - 她這才殺了幾個人嘛 - 對不對 - 那一個那個女人墮胎的話 - 她想做她這一半她可以做多少啊 - 是不是回來多多了 - 對吧 - 那你說這種自由我們要不要 - 要不要去支持呢 - 殺人的自由我們要不要去支持 - 當然不是哈 -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說實話 - 很多時候 - 很多程度上 - 並不是說特別容易去理解的 - 因為大家基本上來講的 - 就是說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樣 - 所以我們是同一戰線 - 然後我們就是保守派 - 只要我們跟左派的看法不一樣 - 我們就是保守派 - 但其實很多事 - 這個東西是做事的邏輯還有原則 - 的這些方面來看的哈 - 所以我也兼顧很多痛恨左派的基督徒 - 但他自己做的事情 - 完全就是左派的事情 - 就是我現實生活中認識的 - 然後我跟他講 - 我說你這個行為是左派的行為 - 他生氣了 - 他說我罵他 - 我沒罵他 - 我說的是實話 - 但是沒有辦法 - 他沒有辦法 - 就是明白說我到底在講什麼 - 他又沒有辦法 - 逃出這個邏輯的怪圈 - 因為他的預先設定就是我就是對的 - 你們必須要挺我的 - 你們不挺我的 - 你們就是不對的 - 所以那如果要是這樣的話 - 那我們就沒有辦法達到神說的合一 - 其實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 -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完全達到合一 - 因為不管怎麼樣 - 我們在幕後的時候 - 是更需要合一的時候 - 是我們更需要去彼此扶持 - 然後一起互相建造 - 然後一起去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- 不光是在屬靈的層面 - 在地上的這些我們該做的 - 我們都是要去做的事情 - 所以我們是要怎麼樣更加的去hold住這個線 - 就是hold住這個line - 我們要怎麼去做這些事情 - 我覺得這個是很有必要去思考 - 還有討論的一個問題 -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從尊重彼此 - 然後尊重彼此的選擇權 - 然後捍衛彼此的選擇權 - 來合一 - 我可以不同意你說的東西 - 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這些東西的權利 - 對 - 其實保守派捍衛的就是自由 - 然後也是神給我們的基本人權 - 因為這些東西你必須得去捍衛 - 如果你要是不去捍衛的話 - 遲早有一天別人會把你的這個權利 - 從你身上拿走 - 你就必須要變成去聽別人的那個 - 就像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- 你不聽他的話 - 你白口莫辯給你扣帽子 - 你說什麼你說 - 只要這些人他們全部都站在同一個戰線上 - 他就可以完全把你給搞死 - 所以就是這樣的事情 - 我還是 - 我個人來講 - 我還是覺得其實我們一直都是有成長的 - 而且如果我們要真的是害怕 - 或者什麼什麼東西的 - 我們也不會在這裡 - 我們也沒有任何的必要 - 去繼續做這樣一個頻道 - 所以 -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思考的問題 - 然後大家真的要 - 都去思考這件事情 - 然後要完全的避免 - 左派的或者是撒旦有的這樣一個陷阱的一個 - 軌跡的這樣一個怪圈 - 要從這個東西裡面完全脫離出來 - 要尊重每個人選擇的自由 - 這個才是我們能夠在未來合一的時候 - 能夠做的最基礎的東西 - 如果這個東西基礎做不到的話 - 我們沒有必要去談合一 - 沒有辦法在一起合作 - 如果那樣的話 - 如果你要是說都是自認為保守派的人裡面 - 莫名其妙突然生出來一大堆的左派 - 那個時候你會覺得奇怪 - 為什麼奇怪 - 因為這個邏輯外圈的這個問題 - 所以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 -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這個思想意念 - 去稍微扭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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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對 因為我們 - 就是支持你選擇的自由 - 但是有任何的問題 - 我們知道的我們就都講出來 - 包括我們其實也完全沒有必要 - 跟任何人講 - 說我打疫苗到底怎麼怎麼樣了 - 或者怎麼樣了 - 但是我們就是在這裡告訴你們 - 我們兩個沒有打疫苗 - 呀 - 歡迎大家今天在留言區 - 去跟我們大家一起來討論分享 - 說大家對我們這一期的節目 - 到底有什麼看法 - 你對這樣一個思維方面的方式 - 去分辨左派跟右派這樣一個東西 - 大家聽懂了沒有 - 大家有沒有什麼任何的想法 - 也有沒有想跟我們說的話 - 歡迎都在下面留言 - 祝大家一天都開心 - 多吃飯 多睡覺 - 好好休息 - 身體棒棒的 - 我是菲莉莎 - 我是Ethan -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- 拜拜 拜拜